因为疫情的缘故 戴口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当这样一个新常态兴起时 我发现自己似乎不像以前 一样注重外表的打扮了 由于口罩把我们的脸部一半都遮盖了 所以感觉上姐妹也似乎不太需要化妆了 反正化了妆一大半也是被遮住了 而戴上口罩人也很难认出我们来 这也让人觉得穿着打扮简单点也无所谓 或许借着疫情 神也确实要我们把注意力从外在的美貌 转向更实质的内在美 彼得前书第三章说 不要单注重外表的装饰 就如拳头发、戴金饰、穿华丽衣服 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 做不能毁坏的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这不代表姐妹们完全不能戴任何首饰或是弄头发 但这里要强调的是 我们不能过分注重外在的打扮 更是要注意自己心灵的状态 其实外在的美貌并不是不好 但若我们信靠外表的美貌多过神 且比追求神更注重美貌时 那就成了问题了 上帝不断地提醒我们 不要注重能毁坏的美 真言书三十一章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服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格林多后书四章也说 所以我们不散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各位 无论我们花多少时间照顾我们的外体 花多少时间来打扮 我们的身体和容貌 依然会随着时间褪色 衰老毁坏 所以外贸不值得我们投资太多的精力和关注 其实这个提醒不但是给姐妹的 也是给弟兄的 现今越来越多弟兄也很关注自己的外表 或者他们在挑选伴侣的事上 也很看重女子的美色 但神的话不断提醒我们 外表的美容不但是虚服的 且是会毁坏的 但信主的人不必因为外体和外貌的毁坏而难过 因为圣灵会使信徒的内心越来越漂亮 圣灵能让信徒生出温柔安静的心灵 做不能毁坏的装饰 外在的美貌虽然会褪色 但人的心灵却可以在主里越来越美 所以我们要注重那不能毁坏的美 这是一种怎样的美呢 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里面的美 就是人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 这样的美是不会被疾病或是岁月摧残的 这也是神所喜悦的美 其实比起在乎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更是要在意神怎么看我们 那为何圣经说温柔安静的心灵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呢 原来当一个人的心灵能够温柔安静 就代表他其实是可以信任神的 所以他才不会慌乱不安或是有诸多埋怨 他乃是能温柔的顺服 安静的信靠神 这是神看为宝贵的 有些姐妹们放尽很多的心思和时间来装饰自己 花很多时间来弄头发、化妆、打扮 但原来他们并没有平安 反而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他们一直担心自己的外貌不够美 怕不够美就会被人嘲笑 也会因感觉自己不够美而缺乏自信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自我价值应该来自基督对我们的爱与接纳 而非来自我们的美貌 原来真正的自我价值不在于我们的样貌 乃在于我们里面的人 圣经说的内心也可以被翻译为里面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真言书31章也告诉我们 比起虚假的艳丽和虚服的美容 神更喜悦的是 人要敬畏他 比起我们好看吗 穿什么戴什么 我们的内心是更重要的 神是更看重我们内里的敬虔 过于我们的外表的 如果一个人外表很俊美 但心里却是不敬畏神 也不顺服神的 那在神眼中一点也不美 原来真正的美是像基督的美 其实神不是在找俊美的模特儿 他乃是在找能够恢复神荣美形象的见证人 原来神起初造人时 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人的 当人犯罪堕落后 虽然还是有神的形象 但这形象却被罪破坏了 以致罪人无法把神最荣耀的形象反射出来 但神在信主重生的人身上 能够恢复神荣美的形象 圣灵也会在信主身上动工 使他们越来越像基督 而基督为什么那么荣美呢 因为他是满有恩典与真理的 他且是柔和谦卑顺服神的 更是充满慈爱的 所以基督是最荣美无比的 我们当效法他的美 而不是只有注重外表虚伏的美 神看重的不是外在的美 乃是灵里的美 就是那效法基督的美 含有圣洁、仁爱、良善、温柔、节制等 圣灵果子的美 无论你的外貌是高矮肥瘦 当你越来越像耶稣时 你的灵也是可以很荣美的 那时你便可以恢复神起初造人的目的 用人看得见的生命来反射神的荣耀了 弟兄姐妹 我们真正的美是发自我们里面的心灵的 但愿我们不要被世界给美的定义影响 乃是存着敬畏神的心 追求效法基督的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